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8月2日 青岛队南党山东泰山 周一晚上,中超火热进行,青岛队将面对山东泰山 青岛队已经惨遭五连败打击,球队毫无状态可言 此番面对实力更强的山东泰山,青岛队只能器械投降 青岛队目前只取得2胜1和7负的糟糕战绩,排名2组垫底位置 10场比赛失掉22球,也是整个中超失球数最多的队伍 其实青岛队之所以落得如此下场,主要球队在修赛期影员不够给力 而且他们在进攻端根本找不到核心,军场联赛只攻入0.6球 至今还没有一人能够在联赛中攻入超过一球,这条薄弱的攻击线 想要攻破山东泰山,硬朗的防线简直是痴人说梦话 更何况青岛队已经惨遭五连败打击,期间失掉多达18球 青岛队今突毫无抵抗之力,阵容方面,后卫朱挺被罚停赛 山东泰山则与青岛队刚好相反,球队目前积21分排名二组榜首位置 不过也不是说山东泰山没有危险,球队目前与深圳队同分 只领先广州队3分,身后队伍穷追猛打,所以山东泰山绝对不能放软脚步 幸好在费兰尼和郭田宇的带领下,山东泰山的攻击力,还是值得信赖的 球队军场联赛能够射入1.6球 并且军场失球数只有0.6球,如此严密的防守金杖定币能够零封青岛队 而且山东泰山金技首循环面对青岛队时取得2比0的胜利,相信山东泰山金杖能够完成双杀 感谢你的收听 订阅我们的频道,就是给我们的支持越鼓励 还有分享给好友给我们更多动力 感谢观看